大家好,我是隨便的物理治療師,汪老師 那今天隨性來跟大家講一段 就是關於中風病人臨床上最困擾的所惜現象 就是所謂的back knee以及吹阻之間的關聯性 那事實上其實很多的病人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不斷的去訓練他的大腿的肌肉 不是體練得非常強壯,甚至比他中風前更強壯 可是他的這個所惜現象就是所謂的back knee 他仍然沒有改善,那他的原因到底在哪 我們來分析一下,事實上會形成這個back knee的現象 大概有一點很大的原因,第一個是神經肌肉控制的問題 這個也是目前在臨床上大部分的治療師 會跟病人提到的原因,就是所謂的神經肌肉控制 特別是在普世頭肌的部分,就是所謂的大腿前面這塊肌肉 所以很多人的這一塊肌肉練得很強壯 甚至上下樓提動的太大問題 可是他在行走的過程中,仍然會有所惜的問題 所以他其實會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所謂的力學效益導致 那這個我們待會來講,我們現在先從這個神經肌肉控制的部分來說明 那過往,大部分人都是著重在 五四頭肌的肌肉一樣訓練這一塊 那我這邊要特別強調的是 其實從文獻中,從這個所謂的表面肌墊底的回饋來看 在整個不太週期的過程中 古四頭肌雖然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但其實有一個默默無名的角色更重要 那其實就是我們的火旁肌 也就是所謂的大腿後肌 他在整個不太週期的過程中 在著迪騎前,我們的腳跟著迪騎前 事實上,果旁肌他的火化時間要比五四頭肌來得更長 也就是說在著迪騎,他應該要先被收縮起來 而臨床上,我們其實很少特別針對果旁肌去做肌肉膩癌訓練 你會想想看說你在整個復健的過程中 你的老師,你的治療師,可能訓練了你很多從坐到站 半蹲的這一類的過程,或者是上下階梯 練了很多的五四頭肌 但是他其實很少去針對果旁肌做肌肉膩癌訓練 那從我們剛剛講的EMG的表現來看 或表面見證度來看 其實果旁肌他扮演的角色不亞於五四頭肌 這一塊肌肉的重要性 那其中呢,果旁肌以及寬曲肌 以及懷關節的背曲肌 這三條肌肉是所謂的協同肌 他們在執行在跨步的時候 他是會共同收縮的肌肉 所以如果你要去改善這個back knee的問題 除了五四頭肌之外 其實你更不應該依略掉 就是果旁肌、寬曲肌以及懷背曲肌 這三個肌肉的肌肉力量訓練 那第二個我們來講一個很容易被忽略掉 以前我在學校的時候 老師也沒有講過這個東西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必學效率 我們來看假定一個正常人 他從畫面的那一個方向 往我這個方向走過來的情況下 往這邊走 他如果是正常人 他有一個足夠的懷關節的背曲動作 也就是說可以把腳踝撬起來這件事情 他可以把他撬起來的話 他在鎖地的那一瞬間 地面是不是會給我們的反作用力 劉頓的地上運動地域對不對 地面會有一個反作用力 就是黑色的這一條線 叫做廣摩Ginforce 地面的反作用力 那這個反作用力呢 他會從地上往我們這個物體 所謂身體的這個質量中心前進 他會通過這個地方 那他在通過膝關節的時候 他會在膝關節軸心線的後面通過 那這時候力量的方向是由地上往上走 那這時候我們的軸心 因為有了這一段利弊的關係 他會形成所謂的力曲 那這個力曲會怎麼走 因為他在軸心線之後 而且是由下往上走 他會形成這一個方向的力曲 那這個方向 如果以這一個人 往這個方向來說 他就會形成所謂的逆時針的旋轉力曲 那講這個有點複雜 其實也不用太 不用記太多 其實你們把腳伸出來就知道 你試著先把腳踝勾起來 試著先把腳踝勾起來 當你把這隻腳跨步出去 著地的那一瞬間 其實你膝關節就會自己會緩起來 為什麼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力學效率 反中臨的關係 好 那今天為什麼 背肯尼會在中風病呢 甚至是說你們回想一下 當這個患者有垂足 他是否幾乎都會同時伴隨 這個背肯尼的現象 這兩個幾乎都會同時發生 但是在訓練上 我們在流行方通常是把它拆開來訓練 沒有把它想像在一起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特別解釋這件事情 來我們回到垂足患者 垂足患者他在行走的時候 因為他左地的地方不是更合的 他會變成腳的前面左地 那一樣我們這時候做個實驗 我們把腳伸出去 而且我們模擬一下中風患者 他這個垂足的腳的這個步態 而且他們會有張力 所以我們稍微用一點力把腳往下長 好 當我把這些腳跨出去的時候 著地的那一瞬間 其實你看看 其實我只要把腳跨出去 著地的那一瞬間 其實膝蓋都會往後頂 加上上半身通常都會往前傾 所以你會看到這些中風患者 他們走步的時候 踩下去膝蓋會頂之外 屁股通常換側這面 屁股也通常都會凸凸的 也都會凸出來 那我們都會講說 你就是股四頭肌不夠力啊 或是臀大肌不夠力啊 可是我們都知道 其實這些患者其實在一開始當中風的時候 我們就花了大部分的時間 在訓練抬屁股 訓練這個坐到站 蹲到站的這些動作 可是練了那麼久 都已經練得比以前 你中風之前更強壯 為什麼這些事情還沒有改變 來 再回來這邊講 當他今天垂足的患者走步的時候 他著地的那一瞬間 他本來著地點會從根骨 背負往前連到腳的前側 那這時候地面的反作用力 一樣往物體的質量重新前進的時候 他這時候會通過膝關節之前 本來是在膝關節之後 這時候好像變成在膝關節之前 那這時候他形成了這個旋轉力群 就會完全反過來 就會形成的是順時針的旋轉力群 那形成這順時針的旋轉力群 就會導致在著地的時候 你們小腿這一段會做一個 往這一個方向的動作 往這一個小腿會往這個方向做生死 這也就是為什麼 垂足的患者 他們在著地的那一瞬間 幾乎都會伴隨一個背肯膩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 你們如果要改善這個鎖膝現象 你勢必要先處理掉垂足 無論你是透過訓練的方式 或者是使用所謂的FO 就是關節的角距之類的 不管 反正你就是一定要先處理掉垂足 再來 你改變了這個力學 你才有可能 再來訓練所謂的肌肉力量的控制 神經肌肉力量的控制 OK 謝謝 提供大家一個不一樣的思路 一個想法